很多人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都表示出了强烈的疑问 这部最新上线的古装奇幻剧 到底是不是中国拍的 看看这极具中国风的斗法特效 掌控水质元气施展神通的术士 剑上的北斗星辰图案 还有这条驾驭雷霆风雨的神龙设定 如果把这些演员的脸遮挡起来 那肯定毫无疑问 这就是中国最新上线的古装奇幻大剧 但事实确实 这是由李仔续和郑宿敏主演的韩剧 还魂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部极具中国奇幻色彩的韩剧 到底有什么出彩的地方 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大湖国 那里的一些人可以操控天地水器 而这一类人被称之为术士 这个男人是大湖国最强大的术士 国王因为寿命即将耗尽 命令术士与他互换灵魂 并且承诺七天之后 就将他们的灵魂重新换回来 而国王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给自己提前留下子嗣 在他们的身体互换成功之后 国王竟然不讲武德 强行霸占了术士的妻子 他要用这七天时间 为自己成功留下后代 在得知国王的所作所为后 术士立马喷出了一口老血 但他此时已经无力回天 时间很快来到了二十年后 一个名叫洛寿的强大女术士 正在被一群大湖国的世家术士追杀 但这些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世家的术士很快就伤亡惨重 而女术士却毫发无伤 男人这时突然射箭偷袭 女术士立即挥剑格挡 但还是有半剑射中了她的身体 趁着女术士身受重伤 男人毫不犹豫地提见上天 和女术士展开了激烈拼杀 两人在半空中最不明 在试探出女术士的虚实后 男人开始不断攻击女人受伤的地方 女术士重伤不敌之下 当即施展了水盾树逃之夭夭 但世家术士并不打算就此放过她 立即派遣了大量术士对她进行追捕 在打退一群小喽啰后 洛寿为了逃过世家的追捕 她抓了一个女人打算施展黄魂术 等世家术士找到她的时候 房间里只剩下她的尸体 但每个施展黄魂术的人身上 都会留下一个蓝色的印记 可他们却没有在这个女人身上 看见这个印记 但为了以防万一 他们将洛寿的身体带回去后严加看管 因为黄魂术并不稳定 只要洛寿新的身体和灵魂 出现了排斥反应 她就会回来换回自己的身体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 洛寿这时已经变成了一个盲人 在她施展黄魂法术的时候 意外和一个盲女交换了身体 而在她的身体上 也并没有出现黄魂时的蓝色印记 她这时也从盲女的记忆中得知 船上的男人要将她卖到青楼 她站起来想要逃离这条船 随后摘下眼罩纵身一跃 但她很快就懵逼了 这副孱弱的身体 根本就无法支撑她爬上去 在被人救上来之后 洛寿也只能暂时苟且认命 不过在这之前 她还必须先舔保肚子才能逃跑 看着面前的一整只烧鸡 若受表现的很是抗拒 然而下一秒 这期应该的怎么样 陌生托 很高兴